欢迎收看《最有感觉》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在武汉 在一条步行街里面 发现了一个骨巷小吃 然后我们就走进来了 发现全都是吃的东西 我对它产生了兴趣 这种鱼吗 多少钱呀 二十块钱 可以不加辣椒吗 可以 它骨头多不多呀 不多 要用锡纸弄的 就放在这里烤是吗 这种是什么鱼啊 长江里面的吗 大水 大水 这浇的是什么 酱料 我非常怕辣 这个是什么 牛蛙 以前见过它活的样子 死了的样子暂时还没见过 现在见着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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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现在来尝一下这个 武昌鱼 武昌鱼对 那个老板娘跟我说没有骨头 我一看就看到骨头了 这鱼肉看起来挺嫩的 天哪 吃了一小小块的肉 然后发现里面的鱼刺特别多 吃这种河鱼的话就得慢慢地吃 慢慢地把鱼刺给削出来 但是个人感觉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大骨头的鱼 因为这样子不用慢慢的 因为我吃东西都是蓝和虎一样的 我这里剥一下 然后发现那个全都是刺了 这一份鱼呢是20块钱一份 然后它加了很多的烧烤料 其实我想要那种效果是完完全全清蒸的 然后但是现在真的是这个烧烤料太多了 完完全全把这个鱼香味给掩盖住了 这是有点失望的 不过口感是挺好的 但是就不能突出武昌鱼的色色 对